看網路影片 看youtube影片有廣告的時候 下載手機app word.bit word.bit 英語自動學習 有五萬字來自如 有那麼多內容 自動學習 我設計的是超級簡明音和字典 超級簡明音和字典 你有生疏哦 有生疏 從自手A到自手Z 大概有五十幾部影片 那個手機應用程式app 就好像遙控器 一按就可以連結到那個影片 影片播放清單 就一步一步的連續的播放下去 不必用手點了才會念哦 這是進入影片播放 然後是播放清單 五十幾部影片 合在一起 會連續播放 目前還沒有辦法做到按照字母 A到Z的順序 那個影片檔案排序 那個跟YouTube 網站可能有關係啊 那麼那個排序沒有辦法按照 中文的 因為檔案名稱有中文的音 所以排序可能就沒有辦法按照字母A到Z這樣 把那五十幾部影片都拍出來 然後播放的時候按照字母A到Z 順序有一直播放 要休息的時候按暫停 然後要聽的時候再按繼續 就可以好好的學習 就是唸了英文就馬上有唸中文 網路上看到的影片 只有唸英文的 中文字要自己看 我們這個超級簡明英和字典有聲書 是按唸了英文 然後後面又唸了中文 資料大部分是正確的 除了有極少數在編輯的時候 然後刪掉物刪掉一些自首 不然原則上是正確的 你看現在在下載 學習英語的自動學習的軟體 手機APP透過手機啊 一點就自動就可以這個 連結到那個內容 看他那個廣告說有五萬 五萬個單字喔有這麼多 從Google Play裡面去下載 去進去搜尋 Wordbit Wordbit 然後就發現你 自動會顯示有那一行按下去 很快就可以下載了 另外又出現那個被英 被日文單字的 那種手機軟體APP 還有下載用到 日文的以外還有中英文對照 有七千句呢 已經有下載那個 中英文對照七千個句子喔 那種手機軟體APP 有下載安裝 不過要點 點中文呢 念中文按 英文 念英文 不是像我設計那個 超級簡明 英漢字典有聲書喔 那 一下載安裝以後 就連結到那個網路影片喔 播放清單 五十幾部的影片 播放清單 它會自動播放喔 目前還沒有辦法按照自首 從A到Z 這個影片喔自動播放 那 不過 如果 可以聯繫的播放那個影片 要休息按暫停 然後要聽的話 再繼續按 繼續再按繼續播 現在是在 看守這個 Wordbit 原來這個 手機啊線上製作的時候 這個圖版到底是要怎麼做出來的 目前我做的是 在Google搜尋 輸入 E-Z-O 那就是E-Z-O 那個諧音 容易的意思 諧音 E-Z-O App 然後就註冊 然後可以線上 馬上 製作那個手機軟體 App 你看 學習英語也這麼進步了 啊 還可以單字查 查尺 這麼進步啊 這很用心在設計啊 那我那個超級簡明音和字典有聲疏 按進去就直接連到那個影片播放 那也不必這麼複雜的看螢幕畫面啊 那點按什麼內容啊 找什麼東西啊 就直接啊 聽那個英文啊 然後又聽到中文 那個影片播放是左邊英文 右邊中文 念完了英文就會念中文 然後按照英文字母自首A到Z的 排序啊 那個影片五十幾部啊 目前比較還沒有克服的困難就是 從影片自首A一直按照順序到Z啊 這樣影片來排序目前還沒有辦法做到 那只是隨機的播放 不過都是同一相同的 相同類型的都是 簡明音和字典有聲疏 念完了左邊的英文 你就會念右邊的中文 在網路上看到那個學英文的影片啊 通常都只有念英文 中文要自己看啊 所以我這個超級簡明音和字典有聲疏 我網路搜尋看看能不能 在銀端硬碟去下載 也可以在 Whisbook網頁上提供下載網址 或者是在社會服務網路電視台影片也提供 下載手機APP程式的網址 目前我提供的是紅華MP3的 那一超級簡明音和字典有聲疏 英語increase就取前面的eng 和就是中文的是 ranese就用前面的chi 中間用個dash連結 eng-chi 這個叫做超級簡明音和字典有聲疏 字典就是dictionary 所以我再加一個dic 總共有三個 那是英文字起 起部分的字母 然後中間用dash連接 那叫做eng-chi-dic 在網路上搜尋看看 超級簡明音和字典有聲疏 有聲疏 很好使用 下載安裝以後 一定會有收到網址 就連結到網路youtube影片 不必在那邊手按哪裡 手按哪裡 那自動播放影片給你看 50幾部影片 一步一步的按一步一步的自動播放給你看 看啊給你聽啊 累了就按轉 那要繼續學習 要繼續聽再按 繼續播放 今天呢 研究這個 學英文的 word bit word bit 導覽剛剛有看了 現在來看 看看它是怎麼用的 哦 那介面是這樣 那介面是這樣